维多利亚港东入口的海面上 又迎来了新一天的日光 这里是香港著名的海鲜美食区 鲤鱼门 上午十点 密布海面的船舶尚未苏醒 和岸上门窗紧闭的一排排餐馆一样 美精打采地等待疫情消散 黄油煎吐司的香气来自银龙咖啡茶座 老板李凯胡意在准备早餐 虽然我是小座 但是依旧有很多香港的市民 可能他会很远过到来 我都不想他们失望 有时可能都等几小时才等到一两个 新冠肺炎疫情 迫使香港许多与内地联通的关口 限流后关闭 这对以内地游客为主的鲤鱼门来说 已是不小的冲击 加上香港又出台了公众场合 不得多于四人聚集的限聚令 不少门店都只好以厚厚的卷联门试人 而李凯胡依旧坚持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的固有营业时间 正是不想让任何一位顾客扑空 有一个人找了三天 他周围去问车很没信心 一个年纪大的女人接近80岁了 他来到这里大汗搭小汗 他说原来我这么大个女儿 我第一次来李游 在疫情的阴霾之下 信赖与守候 铸就了李凯胡与顾客之间的晴天 而坚守的理由却不止这一种 罗秀怡博士在香港理工大学旅游业管理学院带硕士班 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疫情期间 他的境外教学安排遇上了各国的入境限制 先后被隔离了28天 而网络科堂上的他却从未缺席 我是因为要隔离 所以有28天我都是在一个 不是很正常的网上受货的情况之下去教学 其实是一个困难 就是一个挣扎 但是当你知道 从早上9点做到可能晚上12点都在做这一件事 预备教书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可以付出多一点的话 那些学生的感受可能会觉得 学校也都是跟他们一起走 28天的隔离期 罗秀怡没有虚度一个小时 全部奉献给了学生 她甚至感谢隔离期间 让她能够更专注于备课讲课 她说教师的坚守是源于责任 虽然我们停了不让他们在学校上课 但是我们也都希望可以提供 另外一个平台给他们 可以继续有学习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是做老师来说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是社会运转的基石 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担当 行走在疫情之下的每个人 都有不得不劳作的理由 哪怕明知收货了了 都没见过那么惨 还惨过那时候沙士 我们司机就手停口停 我可以不吃而已 那我们的儿子女女 家里人都要吃的 那怎么可以停下来 那你一定要硬着头皮向前走 滴视司机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 伴随着香港旅游业的低迷 不少滴视司机表示生活渐行 现在是去到少了七成 不幸运数多 就可能不止 我都真是刚刚好 真的得到够水 有点白做 因为你猜不到真是 没人 走公路很害怕 会不会去了哪里 香港没车 空式的滴视成了疫情下 香港街头的寂寞风景 而没有乘客的滴视 却不是空的 他除了在满对家人的责任 还有一份对陌生人的关怀 我们自己 那个 都有个 就是你做事 你都有个天职在那里 司机 是不是 夜晚没有人的 现在 你地铁又停了 地铁又停了 巴士都少了 如果你夜晚有什么事 那你怎么办 你有没有车 那你都是找我们的 疫情 让人们暂时放下分歧 各司其职 面对共同的敌人 作为一个四通八达的国际大都市 香港没有因疫情而陷入慌乱 这背后有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有跨界奉献的香港警察 有奔走在社区的义工团队 也有每一个仍然坚守着自己生活轨迹的你 人们坚守的理由 或出于不成文的约定 或出于为讲明的责任 或出于无可奈何的升级 无论哪一种坚守 都是等待阴霾散去的力量 就像李凯胡说的那样 多大的事 下一分钟已经是往事 所以我都是因而面对 其实我在看香港起飞长大到今天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相信香港一定会慢慢慢慢可以好起来